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2号表示 七国集团内部应首先就是否恢复八国集团的问题统一立场 再提出相关建议 据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都谈到了 让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的可能性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 重返八国集团并不是俄罗斯的目标 俄方认为二十国集团等其他形式的磋商更有优势 七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和日本 1997年因俄罗斯加入而变为八国集团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原七国集团成员拒绝以八国集团形式举行会议 并重新举办七国集团峰会